这个男人是名顶级杀手 正在瞄准的目标位于2000米外高铁内的恐怖分子 列车短暂停靠又接着继续急速行驶 此刻男人则放下望远镜开始测风速 记下第59组数据 一切准备就绪了 然而车上的眼线突然传来消息 有小女孩靠近目标 她不得不松开扳机 两秒过去了 列车一每小时238千米的速度匀速行进 就要失去最佳狙击时机 索性小女孩离开的瞬间 男人操控狙击枪砰的一枪 2000米外目标爆头 完成了这样超高难度的刺杀 这个男人却要申请退休 理由竟是 上司只当他反而在 自然一番极力劝阻 他却非常坚决 虽说产出恐怖分子是好事 但到底杀了72个人 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 老薇已经很久不敢照镜子 经常梦到鬼魂了 他现在只想寻求内心的平静 第二天 老薇来到码头找人 去见收音员换了个新人 女人告诉老薇 她叫兔妞妞 老薇一听 这个名字这么特别 立刻就和他叛谈起来 聊完天 老薇来到老白的船上 两个老友续了火旧 很快就说到正事 老白调出一张照片 此人就是被老薇射杀的恐怖分子 之所以叫老薇来 就是因为老薇得知 这个人身份存疑 据现任提供的消息 死者在漂亮国工作了30年 是位国际化的分子生物学家 他被高层的人篡改了档案 借老薇的手铲除 目的不明 老薇虽然连说不信 但还是找老白 要了现任的联系方式 拿到联系方式 老薇和老白道别 抬头时一看天空 他们的谈话 全都被人暗中监听 国前军的梅姨 会见了一名客人 此人名叫卡当夫 正式篡改档案的主谋 经事情败露 卡当夫立即要求梅姨铲除老薇 并提到了一个特殊的名词 另一边 老薇看着游艇回到码头 在船上发现了一枚窃听器 他来到码头的工作室 和兔妮妞当面对峙 老薇见他继续装傻 突然一改态度 说要请他出去吃饭 没人可以拒绝 全美最帅黑人 薇史密斯 餐桌上老薇先道了个歉 然后把兔妮妞的特工证件 拍到桌上 兔妮妞傻眼了 只能承认自己的身份 好在老薇知道兔妮妞 只是监视自己 也没为难他 吃过了饭 还和他聊起了家常 老薇在家中睡觉 却突然被手机阵行 来电的不是电话 而是警报 有杀手靠近房间 他立刻就给老白 打了个电话 没想到老白早就被人干掉 和女友一起沉入大海 放下电话的老薇 高度戒备起来 直接干掉埋伏的狙击手 意识到兔妮妞有危险 立刻往兔妮妞家中赶 兔妮妞去码头 拿游艇钥匙 一个杀手打开了门 本以为可以轻松制服兔妮妞 没想到兔妮妞 有女主光环宰身 那是根本不用老薇保护 反而把杀手放倒 用一番塑料操作 被问出了行动的支持人 随后 兔妮妞上了老薇的游艇 扔掉了有定位系统的手机 正式加入老薇阵营 第二天 老薇在海滩上等到救援 他的朋友八叔 把两人接到了安全地带 在这里 老薇用反追踪电话 联系到了上司 并从他那里得知 梅姨已经和卡丹夫联手 因为事情败露 卡丹夫决定杀死老薇和兔妮妞 很快 一星人来到了哥伦比亚 一觉醒来 老薇看到杀手在房顶移动 为了不连累兔妞妞和八叔 老薇嘱咐了一声 便迅速离开 独自一人前往街边 他正走着 手却往背后射出两枪 按住的狙击手瞄准 显之又显得擦过老薇 老薇忐图视察 差点肉中一枪 趁患弹剑西夺命狂奔 埋伏在下一处地点 迅速组装 然而 瞄准经理的男人 竟是年轻时的自己 又是患弹剑西 老薇转移地点 率先占领高处 一阵连扫 逼得对方在门口现身 老薇本不想杀人 对方又和自己长得如此相似 老薇好声劝说 对方毫不领情 老薇起狙击枪而逃 强过行人的摩托 一阵轰鸣地向前排去 小薇穷决不舍 两辆摩托远远称格 老薇举枪射击 惊弹避让路上的车继续向前 小薇在墙上高地狂追 也是连连补枪 他迅速赶上 在老薇身后连开竖枪 子弹没了 就加速追到老薇身边 一个白尾把老薇击落下车 惊险之际 爆发强大力量跳击躲避 但很快又被小薇击倒在地 他被动翻身躲避 只见小薇松开摩托 摩托轰然冲出 同一时间警低大强 老薇再转头 小薇已经消失不见 只留下帽子一顶 老薇被扣进警察局 兔女女将老薇保释出狱 之前的住处已经泄露 老薇决定找到老白现任 弄清事情真相 飞机上 兔女女询问老薇和小薇的关系 老薇否认小薇是自己的儿子 兔女女则不信 来到布达佩斯 兔女女率先拿着小薇的帽子 和老薇的血液比对 得出的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两人的DNA序列竟然完全一致 世界上有两个DNA完全一样的人吗 这个信任告诉老薇 老薇之前在列车上杀死的生物学家 七年前曾被卡当夫骗到美国 完成了一场克隆实验 这场实验成功克隆了老薇 产生的年轻克隆体正是小薇 卡当夫需要抛弃人性的杀手 来帮他赚大钱 便把小薇当作儿子养大 训练他成为完美杀手 得知一切的老薇决定和小薇谈谈 他先主动给梅姨打电话 假装和兔妞妞吵架 以让梅姨带走兔妞妞为借口 逼小薇显身 小薇按照约定接走兔妞妞 反侦察意识已经非常到位 却依然不提老薇经验老到 被老薇突然紧身 干翻在地 输掉武器以后 老薇对小薇一通嘴炮输出 说出了他对卡当夫和小薇有多么了解 都是同一个人还能不了解吗 但小薇根本不能接受 他抢过武器和老薇缠斗在一起 仗着身强力壮 对抗老薇的丰富经验 打得那是难舍难分 只见缠斗中的小薇猛地冲出墙外 把老薇锁在水里 毫不松手 眼看老薇就要被淹死 兔妞妞迅速打出一枪 小薇手上这才松手 面对逃脱的两人 回到家中的小薇向卡当夫出言试探 关于自己的身世 卡当夫当即战身起来 表示 不让你知道是为了你好 小薇瞬间世界观崩塌 不信也得信了 他再次找到老薇 埋伏暗处 让老薇注射了一枚 他们都会过敏的疯毒 如果他们不是同一个人 那疯毒就会对老薇无效 然而老薇的过敏反应非常剧烈 小薇再不怀疑 当场给老薇解毒 加入老薇阵营 一行人朝卡当夫的基地出发 路上小薇告诉大家有危险 直接一枚火箭弹直射而来 三人立刻跳车 火车爆炸 巴叔却被永远溜在了车里 黑化的老薇立刻拉扯偷妞妞 并排开路 击退数人 带着偷妞妞藏身室内 凭借地形藏匿身形 另一边 小薇找到了卡当夫 争执之后 小薇把卡当夫打倒在地 看着养育自己多年的父亲 小薇终于还是没能开枪 放过了他 小薇前来支援 连开竖枪解决杀手和老薇会合 然而 正在几日讲话间 一个身穿中奖的神秘人 强势来袭 三人迅速躲避 小薇占领高处 开枪射击 却被钢灰无敌防御 这个神秘人连番对阵 老薇小薇 毫不失利 中枪招火 排一排继续作战 几乎没有弱点 关键时刻 还是靠通音乐大喊一声 退后 击中货架上的易燃装置 引发爆炸 然而诡异的是 火海中的神秘人毫无痛感 三枪以后 他才终于倒在地上 再也站不起来 烟雾暴警器熄灭大火 老薇走过去揭开钢盔 赫然看到另一个小薇 这下小薇再也绷不住了 看着眼前小小薇死去 卡当夫突然出现在三人身后 他指着地上的小小薇 开始大谈他的战争理想 他要克隆无数这样 没有痛感的杀戮机器 从而制造一支完美军队 这下 小薇终于明白了 自己在卡当夫心中的位置 对着卡当夫的脑袋 举起了枪 但即将开枪的时刻 老薇伸手阻止了他 老薇了解自己 杀死卡当夫 将在小薇心中 留下无法磨灭的伤口 最终 军队出面制服了卡当夫 事情结束以后 卡当夫和梅姨 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上司并没有阻止梅姨暗杀老薇 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老薇则拿到了新的特供证件 和图妞妞在大学校园相遇 小薇则拥有了新的名字和身份 在大学交到了朋友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众所周知 李安导演是个真正的电影艺术家 从少年派的机款漂流 到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 李安导演从未停止过他的探索 而《双子杀手》这部电影 则给影迷们带来了 又一次的技术核心 电影里老薇和小薇 都由威尔史密斯一人扮演 自豪看不出任何破绽 如果说 《双子杀手》的故事 本身是在探讨 克隆人的伦理问题 那么 故事以外 李安导演自用技术 真正实现了明星的数字夸克龙 这种故事内外的呼应 给了这个电影一种主题上的昇华 让他更加具有看点 好了 这就是《双子杀手》的故事 关注我 电影看更多 星顶电影